普通人当然拿不出一百万 改革开放有人发了财 特别是搞乡镇企业的一部分 几十万身家的真不少 但要说谁能拿出一百万现金 这样的人 挣书钱还真没借出过 一百万 整个省建院的职工发工资 也要不了那么多钱 个人的财富还能把整个省建院都养活呀 这数字是两口子都没法想象的 就是因为太没有真实性 郑淑琴只当是在吹牛 不愿承认下小兰有这么多钱 哼 牛皮倒是吹得挺大 都把老爷子唬住了 看看将来怎么收场 这个一百万 让郑淑琴弹性大失 她没有再讨论下小兰开公司的事 这样的是太虚无缥缈了 不如谈论一点实际的 比如六楼客厅里那一堆东西 郑淑琴使劲推了毛国盛一把 小夏孝敬那么多东西 老爷子两人吃得了吗 他们本来就很抠门 别把东西放烂了也不吃 多浪费 还有茅台酒和中华烟 毛国盛你在省建院干了这么多年 都没混到享受这些特供品的待遇 你这个当女婿的没出息 我在娘家也没面子 我不管 你去要两瓶酒和两条烟下来 让我也孝敬一下孩子老爷 你这样看我做什么 你要想喝想抽 就多要点 反正你不要 书店也便宜了其他人 郑淑琴一有所指 说的是毛康山其他儿女 凭啥他和毛国盛要近距离照顾老人 好处却让其他人拿走 公婆平时空门 其实郑中郑淑琴下怀 人老了花那么多钱干什么 就该攒起来 以后都是他和国盛的 反正他和国盛就住在楼下 谁要是从公婆家拿一根针走 都瞒不过郑淑琴的眼睛 毛国盛这回却没说话 他还在想下小兰说要给二老换房子的事 毛国盛除了知道小夏是华清建筑系的学生 小夏家是什么背景 他却一无所知 小夏说的那么随意 是真不认识省建筑的领导吗 一个随随便便 把一百万放在嘴上的年轻女孩 又其会简单 除了好奇 毛国盛还有点敬畏 甚至有点羞愧 任凭郑淑琴唠叨个不停 他这回都没松口要去六楼讨东西 夏小兰那些话 仿佛有魔力一样 一直在毛国盛脑子里回荡 抽得他脸皮发烫 三楼 郑淑琴没有达到目的 两口子闹了不愉快 与此同时 六楼 毛康山和宋大娘 也在说下小兰的事 宋大娘首先检讨了自己 老毛 我今天犯了糊涂 不该答应跟着小夏出远门 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宋大娘挺不安的 她和老毛是包办婚姻 她没文化 认识的字还是结婚后 毛康山慢慢教的 生养了五个孩子 一辈子都在忙家里的事 也没有工作过 毛康山却是建筑圈里的 太懂人物 比如说建筑相关的专业知识 她还会俄语 懂英文 让宋大娘仰望了一辈子 毛康山的脾气还臭 夫妻间相处 两个都硬帮帮的话 日子就没法过了 毛康山脾气急 宋大娘就软和呗 她是习惯处处 让着毛康山的 看待丈夫的眼神充满仰望 毛康山要骂人 宋大娘不敢劝 毛康山要节俭 宋大娘心疼她吃白水煮面条 那她自己呢 她觉得自己经过的够好了 毛康山将宋大娘的表情 看在眼里 在火爆的脾气 一句重话都说不出来 她能指责宋大娘犯迷糊 被夏小兰甜言蜜语哄了吗 毛康山上有良心 她说不出口 没事 我们正好去看看小夏 在彭城做什么 她要开公司 我答应帮她找关系 但也不能让她 打着我的招牌 在外面乱来 你答应的正好 我们亲自去彭城看看就放心了 毛康山尽量说得轻松 宋大娘果然高兴起来 那我们还真要去彭城啊 明天我拿存折取点钱出来 总不好真的叫小夏花钱 宋大娘长得非常和气 人一高兴 脸上不多皱纹都抚平了 瞧见老伴高兴 毛康山也挺自责 夏小兰有一句话说对了 趁着她和老伴现在还能动弹 就该出门走走 她现在怀疑自己存钱的策略有问题 现在吃白水煮面条存钱 将来把钱给老太婆留着 她牙都掉光了 又吃得下什么好东西 或许她搞错了 她的工资应该花一半存一半 不行 花三分之一 存三分之二吧 当了好几年铁公鸡 毛康山一时还改不过来节俭的习惯 宋大娘说去取钱 毛康山没反对 嘴上却不服输 取什么钱 师父走到哪里 当然是当徒弟的孝敬 宋大娘没和毛康山在口舌上较量 反而指着屋里一堆东西 道 老三媳妇在屋里打半天主意 这些东西怎么分 你要拿个章城出来 烟酒不给你冻 水果和其他吃的呢 是不是要给孩子们散一散 毛康山哼了一声 国圣他媳妇简直上不了台面 国圣的胆子也小 只敢问你要东西 有本事他们亲自来问我要 我告诉你 东西不许分 小夏说孝敬给你补身体的 你是该好好补一补了 那什么红枣 还有蜂王浆 你明天就开始吃起来 宋大娘发愁 他跟着毛康山一辈子了 没想到 林姥姥会因为好东西太多而发愁 老毛说的就是气话 就算其他东西不给 水果能酒放啊 一箱瓜和一箱梨子 只有他和老毛吃 大半个月都吃不完 何况马上要去鹏城 那就更没时间吃了 算了 家里老头子在气头上 谁让中午吃饭的时候 郑舒勤拖着国圣过来 偏偏还没眼色 惹老毛生气呢 毛家说了半宿话 省建院家属楼藏不了秘密 家家都在讨论毛家的稀罕事 铁公鸡拔毛不算什么 又臭又硬的毛康山 脑子居然转过弯了 肯收人礼物 还收了个关门弟子 大伙说的最多的 还是夏小兰的来历 包括省建院的中副院长 听家里人说了半天 中院长没太在意 他道 毛老愿意收徒弟 关咱们什么事 有人牵制住他的精力正好 免得毛老上的年纪还到处骂人 中院长以为不关自己的事 第二天一大早 他还没出门上班 就有人敲他家的门 打开门 是个年轻男人 抱着两箱东西 叫着中院长的名字 把东西丢下就要走 中院长哪敢收啊 回来 你这人干什么呢 怎么能乱丢东西 年轻男人给中院长浸烟 不是乱丢东西 是有事想麻烦您 给您送点不值钱的土特产 就是省建院的毛国胜同志 我想帮他请个假 有点事要麻烦他 可能十天 可能大半月 麻烦中院长行个方便 你是 真是稀罕 请假不自己来 让别人送东西 不过这倒是符合毛国胜的脾气 他一直不是个胆子大的人 年轻男人笑笑 道 总之 您通融一下吧 中院长老婆把东西拆了 一直给中院长递眼色 中院长想了想 开了个条子给年轻男人 道 下不为例 男人冲着中院长道谢 来的低调 走的也低调 就没惊动其他人 这才是送礼送出了水平 有的礼物要高调 有的就不能出风筒 等男人走了 中院长老婆指着箱子里的东西 我说怪眼熟的 就是昨天去毛老师家里的人 老钟你说给毛国胜请个假 至于送这么重的东西吗 箱子里自然是烟酒 烟酒是最不会出错的礼物 特别是年纪超过40岁的这代人 不抽烟不喝酒的 真是罕见 除了烟酒 还有两罐茶叶 酒虽然不是茅台 烟也不是中华 却已经是航城市面上 能买到的非常好的了 两罐茶是西湖龙井 一等品 就这两箱东西 价值300块钱没问题 就为了给毛国胜请个假吗 毛国胜一个月才赚多少工资 本人知道了都要心痛死 只怕情愿不请这个假呢 中院长沉思 这是有别的事要求我 今天是来探路的 收下就收下吧 你们说的没错 毛老收的这个关门弟子 确实来头不小 毛康山这是想干什么呢 在省监院待了大半辈子 这时候才来贤情妙小 不过毛康山本来就退休了 如今是返聘 哪天不想上班了 也就和省监院说一声的事 倒是毛国胜 这个假一请就是大半月 该不会是要另谋高就吧 别人有本事离开设计院 中院长绝不会拦着 省监院这种单位 一个萝卜一个坑 离开一个人 中院长还能再拿编制去做人情呢 至于毛家究竟想搞什么名堂 中院长也不着急 对方总会再上门的 看这样子 毛家要起来了 葛剑替毛国胜请好了假 夏小兰才又到毛康山假 老师 昨晚我们说好的 您这边要是收拾好了 我们明天就能出发 哦对了 您把毛哥一起带上吧 免得您二老出门在外 毛哥和郑姐惦记 宋大娘很心动 把儿子带上自然更好 就是毛国胜的工作咋办 毛康山却深深看了下小兰一眼 果然 仅仅是研讨会的了解 哪能真正看透一个人呢 越是相处 毛康山越觉得夏小兰有意思 明明知道郑淑琴想跟着一起去 夏小兰偏不知声 国胜肯定没想过能一起去 夏小兰不声不响的 却说要把她带上 把郑淑琴留在航城 她一定会难受死 这就是夏小兰 谁让她感觉不舒服 她不会忍耐 不讲究折服 能马上报的仇就当场报 不能马上收拾的敌人 也要赶紧提升自己的能力 一定要抓紧报仇 好像生怕自己不快点报仇 仇人就活不过她一样 而且夏小兰报仇的方式 极为刁钻精准 打折打七寸 别人越在意什么 她就往在意的地方横踩 比如对聂魏国的方式 果断狠辣 对郑淑琴又是小小戏耍 却一定会让郑淑琴难受万分 这就是夏小兰 可真有意思 我看小夏说要带国胜一起去 肯定很有把握 你就不要操这个心了 难得出门一次 让他们年轻人去跑腿 毛康山说得轻松 送大娘将信将疑 夏小兰呵呵笑 毛老师和他想的一样 不走寻常路数 拜了这个老师 不仅是能帮上忙 想必以后不会无聊的 师徒名分才定下两天 居然彼此惺惺相惜 毛国胜接到消息时 他的机票都买好了 他老婆郑淑琴 大张着嘴巴 国胜 这是怎么回事 毛国胜摇摇头 我也纳闷 钟院长今天莫名其妙对我说了些话 我自己都不知道 就像单位请好了价 还把去鹏城的机票给我买了 这是他家老爷子做事的风格吗 他亲爹什么样 毛国胜心里有数 反正脾气古怪又抠门 绝对没有这么贴心 郑淑琴灵光一闪 是小夏 郑淑琴顿时就乐了 小夏连你都要讨好 看来老爷子真是帮了他大忙 可他不声不想给你请假买票 晚上吃饭时怎么不说呢 郑淑琴很是遗憾 如果知道是坐飞机去鹏城 他也能请假呀 有便宜站不上 郑淑琴心里憋得难受 国胜哪有他聪明 跟着去了也弄不明白小夏的底细 郑淑琴捂着胸口 毛国胜却不太信他的说法 小夏在讨好自己 怎么可能 他又没有老爷子的本事 夏小兰才出现两天 毛国胜就不太听自己老婆的话了 因为夏小兰的存在 勾起了毛国胜的廉恥心 像什么占二老便宜的话 郑淑琴说多了 毛国胜不舒服 那是他亲亲亲妈 没见他孝敬多少 光占便宜了怎么行 连小夏一个外人都比不过 郑淑琴说了一大堆话 毛国胜左耳进右耳出 自己琢磨自己的 根本没理会郑淑琴 小夏的确是太热情了 无视线殷勤 飞奸极道 他跟着去彭城也好 正好看看小夏 是不是在骗老爷子 毛国胜把行李收拾好 宋大娘叫他把水果分一分 一箱瓜 一箱梨子 正好毛国胜在家 给哥哥和妹妹家送去 每家得的东西都一样 不多不少 最是公平 至于郑淑琴 肖想的茅台酒和中华烟 毛康山还在气头上 宋大娘可不敢做主 假装没听见郑淑琴那些俏皮话 宋大娘也把自己和老伴的行李收拾好了 夏小兰说 蓬城挺热 让她和毛康山少带点东西 那边什么都不缺 宋大娘还是去银行取了一千块钱 出租车停在楼下 不时有人和宋大娘打招呼 你一家子是去哪里呀 毛康山干瘦干瘦的背着手走在前面 可见把车门给她开了 夏小兰扶着宋大娘 多谢各位关心 我带老师和师娘去外地走走 一片恭维声响起 毛康山还是那张臭脸 其实低头上车的时候 嘴角也忍不住上翘 她看见一块美玉暴露在野外无人捡时 自己忍不住想捡回家 哪知这块美玉内里的光泽 出乎毛康山的意料 夏小兰带她这样尽心尽力 毛康山下定决心 一定要赶紧把小徒弟发愁的事处理好 最难受的就是郑淑琴 非常想跟着去 夏小兰偏不待见她 她看着两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心口疼 手脚疼 脑袋疼 浑身没有一处不疼的 宋大娘把门窗锁得死紧 郑淑琴想到那些 没有分给任何人的好东西 更是提不起一点力气 我说的那些话 也不知道国胜听进去没有 郑淑琴说了什么呢 核心思想是 一定要弄清小夏的背景 小夏到底有没有一百万 自家又能沾多少光 似要思想是 毛国胜一定要走在其他哥哥和妹妹们的前面 小夏的存在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 一定不能让其他家凑上来分好处 郑淑琴真是自己事实 看什么都是臭的 要是毛康山其他儿女都和郑淑琴一样 整天就只有算计 毛康山和宋大娘岂不是太可悲了 没有一个儿女中用 那么 毛国胜对老婆的吩咐 究竟听进去几分呢 反正上了夏小兰安排的出租车 下面的事就有误的毛国胜做主了 跟着夏小兰出行 处处都不用操心 出租车再到机场 然后就上飞机 下了飞机 就到了阳城白云机场 夏小兰还是安排好了车 却没有催眠一样赶路 考虑到毛康山和宋大娘的年纪 夏小兰让众人在阳城先住一晚 到了宾馆修整一番 先是逛了阳城 又感受了阳城这边的早茶文化 才坐车去鹏城 车子开过鹏城的铁丝网 就进入了另一番天地 到处都是修建中的工地 毛国胜鼻子耸动 这里简直是建筑人的天堂 毛哥对这里很感兴趣呀 夏小兰这话好像有深意 毛国胜压根没听出来 反而问一下小兰 小夏 你说开公司是真的吗 你要自己盖房子 你给谁盖房子 有那么多的建筑公司 能得到夏小兰给人盖房子吗 毛国胜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 一开始他是被一百万给吓到了 但在省监院上班 毛国胜也不是那么无知 起码对行业现状他还是有了解的 现在的建筑公司 像什么华建 都是资本厚实的 普通人听了一百万很多 那是以私人的钱去衡量工价的财富 一百万 可能也就修一栋宿舍楼 还得有自己的地皮 面对毛国胜的问题 夏小兰只是笑笑 毛哥要是好奇 那就多看看 你的问题是我卖个关子 等我公司成立 你就知道了 毛国胜诧异 还真是你自己的公司啊 不是说去年才考上华清建筑系吗 毛国胜不管怎么看 夏小兰也就二十岁左右 他脸长得嫩 说他十几岁也有人信的 毛国胜才二十岁 还是因为夏小兰说话办事特别成熟 自然是我自己的公司 这点不用怀疑 我怎么可能骗老师和师娘呢 毛国胜还想追问 宋大娘听不下去了 国胜 你让小夏歇口气 小夏一直在替我们操持 你怎么说话像审犯人一样 毛国胜的情商真的太低了 就连宋大娘都能听出夏小兰说话有保留 毛国胜却刨根问底 那是小夏赚钱的公司 能随便说吗 人得自己要脸 不能因为小夏热情好说话 就该问的不该问的都瞎问 到了鹏城 听说夏小兰真的把北宁南猫中的毛康山请来了 还拜了毛康山当师傅 刘勇激动得很 远回之前请了两个工程师 拿着刘勇开的高薪 还有点视材傲物 不太瞧得起农民出身的土老板 冷不妨 土老板和毛康山扯上了关系 两个工程师都乖得像三孙子一样 第二天一早 毛康山就到南海酒店的施工现场转了一圈 华健那边有人把他给认出来了 这下子轮到华健的人犯迷糊了 远回一个小公司是靠爆汤市长大腿上位的 华健的负责人就瞧不上刘勇 刘勇怎么和毛康山老爷子拉上关系了呢 华健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可不敢再说闲话 态度也没那么傲慢了 要知道北宁南茅 宁艳凡退休后自己开了工作室 从前也是和光同尘的人物 要是钱出了够 要把宁老师请来施工现场指点一番 那是有可能的 但毛康山的脾气和他名声是持平的 出钱请得动宁艳凡 却请不动毛康山 捧着钱上门 说不定还要被毛康山臭骂一顿 吃力不讨好 毛康山绝对不可能为了钱和远辉来往 那么远辉必然有毛康山认可的东西 华健的人收起轻视 远辉可能不只是抱汤市长大腿那么简单 毛老可是宁舟不弯的人物 汤市长让毛老过来撑场面 说不定都要被毛老骂得狗血淋头 刘勇事先怎么会料到 毛康山来鹏城还能起到这样的效果 拉着外甥女 刘勇简直感慨万千 小兰 你真的要好好学 不管盛世改革开放 生意人赚在多钱都有人说嘴 只有文化人永远受人尊重 你要当文化人 还要当像毛老这样厉害的文化人 夏小兰觉得他就都快哭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自我感动的 夏小兰刚点头 走在前面的毛康山就中气十足骂人了 夏小兰你怎么回事 小小年纪 还要我这个老头子等你 赶紧过来你给我好好讲讲这地方 这就是受人尊敬的文化人 骂人的时候都是有理由的 毛康山还真不是刘勇故意请到南海酒店施工现场撑场面的 一到鹏城 毛康山对其他工地不关心 那和他没关系 唯一关心的就是夏小兰主导装修方案的南海酒店项目 夏小兰屁颠颠跑过去 老师 您哪里不明白 毛康山指着酒店顶部 那里是怎么回事 夏小兰嗷了一声 解释道 人本您老的设计 是顶部中间略高于两边 后来为了配合无边际游泳池的效果 我把这一处改了 夏小兰纳闷 上次在江城研讨会上 他已经讲过这一点了呀 毛康山郑重点头 一直看着楼顶的改动 夏小兰怎么会理解毛康山的复杂心情 老年人就不能有比较了吗 都说北宁南茅 宁艳凡凭什么排在他前面 毛康山知道自己不如宁艳凡处事圆滑 他一点都不羡慕那个缩头乌龟 交来总有一天 别人会说是南茅北宁 他岁数大了 不亲自和宁艳凡计较 但他有徒弟呀 可以让徒弟上 夏小兰理解不了毛康山的得意 也不知道他刚拜的老师对他寄以厚望 收进门什么都还没交呢 已经想要他挽起袖子和宁艳凡一较高下了 毛康山仔细看过南海酒店施工现场 走一路问一路 让夏小兰回答 夏小兰只能回答装修的部分 宁艳凡对主体建筑的设计 他还真不是全面了解 毛康山跳脚大骂蠢货 骂完了却蹲在地上 捡起树枝又写又画 给夏小兰讲解 夏小兰只能陪着蹲下 不敢不认真听 老毛显然已经进入了教学模式 原来毛康山的课讲得这么好 夏小兰也是听过宁艳凡讲课的 深入浅出从最基础的讲起 毛康山是另一种风格 他拿宁艳凡设计的南海酒店当模板 直接把对方的思路扒了 两人齐鸣 他对宁艳凡的设计肯定能看透 他用宁艳凡的设计 在教夏小兰 有的地方 夏小兰根本听不懂 毛康山也不哄他 不惯着他 哪里有半分研讨会上昏昏欲睡的颓废 经历好的不得了 把夏小兰骂得够呛 骂完人 他就揉碎了讲一遍 一个点讲完 也不管夏小兰有没有消化 就告诉他需要看哪些书 有些书是华金建筑系本科的专业内容 有些书明显超出了本科授课内容 夏小兰都没接触过 连忙拿笔记下 看毛康山讲得嘴角起白沫子 他赶紧滴水 老师 您歇一会再讲 还有 咱们能不能别蹲地上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您这上岁数 蹲久了猛然站起来 我怕您头昏 毛康山咕咚咕咚灌灌了一杯水 些什么 我替你急呀 你基础知识落后太多了 夏小兰真的不是落后 马上开学才是大二 就建筑系学生的水平 他其实是超前的 毛康山说的落后 是和宁艳凡的孙女宁雪比 宁雪年纪很小的时候 宁艳凡就开始给他打基础了 毛康山对别人的孙女本来也不关注 但对方偏偏和夏小兰一个学校 一个系 还一个班 他不想夏小兰过些年会发出寄生鱼和声量的感叹 要做就做第一 不要和人并列第一 什么滑青双交 这种称号毛康山不想听到 毛康山本人也听够了北宁南茅呢 不过 毛康山被夏小兰一说 还是慢慢站了起来 夏小兰说的对 她上了年纪 得好好保养身体 要不也交不了徒弟几年 不能看到夏小兰把宁艳凡的孙女抄过去 毛康山就是死也闭不上眼睛 对对对 超过宁学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要和宁艳凡较量 想到南海酒店的投资方选了夏小兰的装修方案 却把宁艳凡原本的就方案驳回了 毛康山背着手在施工现场一圈又一圈的转 真是说不出的得意 杨永红站在远处 眼睛里流露出羡慕 不羡慕夏小兰有钱 羡慕夏小兰能跟在毛老师身边学习 建筑系和土木系时常分分合合 毛康山这个建筑大佬 同样是土木大佬 李栋梁看杨永红羡慕 就问他 你怎么不去一起听听 杨永红挠头 李经理你别骗我 这不是一回事 做人得知道分寸 小兰好心给他介绍了兼职 拿着一个月400块的高薪 杨永红一定要干出对得起这工资的活 他是拿着钱赖上小课的吗 他厚着脸皮去听听 小兰肯定不会有意见 但杨永红偏不 收回羡慕的眼光 杨永红问李栋梁 李经理不是说要去点货吗 对那走吧 待在这里心痒痒的 那干脆就别看 杨永红转身离去 李栋梁在他身后 神情其实是满意的 夏小姐这个同学确实不错 吃苦耐劳还有本事 最重要的是人品 知道记住夏小姐的人情 羡慕夏小姐能败到毛老师门下 却没有小心眼嫉妒 李栋梁和葛剑师兄弟一体 自然比别人更清楚毛康山现在的态度 是夏小兰花了多少心思换来的 师徒名分已定 带一个学生和带两个能一样吗 人就是应该知道进退 不要贪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想要什么就自己去努力奋斗 而不是仗着情分和脸皮占便宜 这点杨永红做的还真不错 如果夏小姐多几个这样的同学就好了 李栋梁对此颇有想法 夏小姐是要干大事的 这点她和葛剑早就知道 夏小姐做服装生意和开建彩店 铺店那么多 其实还是为了房地产 房地产这个名词 是李栋梁献许献用的 不管做什么生意 夏小姐都需要有帮手 李栋梁寻思要和刘永谈一谈 看看能不能花点心思 把杨永红彻底抓到手里 商大的公养能替他们工作 为什么华清了杨永红不能 总要试一试呀 李栋梁大步追上去 夏小兰跟着毛康山 在施工现场教学 毛国盛陪着亲妈送大娘 在香腻湖游玩 到了蓬城后 毛国盛的心 就像一颗水珠掉到了油锅里 霹里啪啦 油心子似箭 他的心就是那颗水珠 不容于油 却被油锅的高温吓坏了 国盛 我看你像是有心事 宋大娘文化不高 却好歹和毛康山 做了大半辈子夫妻 观察力并不差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在生活中 毛康山的确是处处影响着他 大道理 宋大娘讲不出来 他关注的都是家人的小事 比如毛国盛到了蓬城后的心理变化 全被宋大娘看在眼里 面对母亲的询问 毛国盛一时没回答 他是在组织语言 不知道怎么说 在宋大娘的目光下 毛国盛硬着头皮 把自己的担心说出口 小夏安排人带着我们到处玩 却不知道他带着我爸干什么去了 妈 你就不担心啊 我看这个小夏 形式高调 好像有花不完的钱一般 他的钱哪里来的 你想过没有 别试 毛国盛说不下去了 宋大娘叹了口气 我看小夏人不错 你有疑惑 为什么不自己问 就算不能开口问 你可以自己用眼睛看 毛国盛占红了脸 他问过一回 但夏小兰没说呀 宋大娘都服了 明明很好奇 却自己胡乱猜测 也不肯多动嘴 不是对夏小兰动嘴 张嘴和自己亲爹说一下 要跟在亲爹身后看一看 而不是在这里信不在焉的旅游 这些话说出来有多难 毛国盛的胆子 真的只有安纯淡那么大 动荡那些年 真的将这个儿子吓坏了 不 也不能总怪动荡年代 个人有个人的性格 国盛和其他儿女比起来 从小就不是敢拼敢闯的性格 不如他大哥和二哥调皮捣蛋 所以当年给家里孩子安排工作 他就和老毛商量 把国盛留在身边 几个儿女里 只有国盛留在了省建院 就在毛康山的眼皮子底下 免得这孩子害怕 出了岔子也有人兜底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转眼风云突变 留在省建院的国盛 不但没有受到庇护 还被吓住了 宋大娘对毛国盛 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了 自己生养的儿子 在想什么 当亲妈的难道心里没数吗 国盛对亲爹有意见 都是一家人 有意见就说呗 宋大娘都不知道 还要怎么和亲儿子处了 说换房子 他和老毛就换了 如果不疼孩子 以老毛的脾气 早把国盛骂得狗血淋头了 而媳妇郑淑琴满肚子算计 他和老毛都知道 平时不也忍着 不就是因为当时老毛 被整去牛棚了 他心思都跟着老伴走了 没及时发现新进门的 然而媳妇是个什么品行吗 毛国盛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 宋大娘也没有旅游的心思了 算了 这天气怪热的 我们回宾馆去 怀疑小夏有坏心眼 哪有人捧着真金白银 尚赶着来害毛家呀 宋大娘相信自己老伴的眼光 他自己也不是瞎子 小夏对他和老毛 不仅是花钱 还有用心 如果不用心 还把国盛带来捧城做什么 宋大娘感激夏小兰的好意 这是要让老毛和国盛父子俩 消除隔阂呀 就是国盛不争气 小夏把台子都搭好了 国盛还为手为脚的 香蜜壶才玩了一半 宋大娘说要回去 充当司机的隔间诧异 夏小姐的意思是 让您在度假村多玩几天 晚上也能住在这边 不过您要想回宾馆 我这就去开车 这个度假村有热闹的水上世界 也有清幽的住所 要不是毛国盛火急火燎的 宋大娘还真想住几天 小葛呀 要不你载我去找小夏 这两天他和我家老头子寸步不离的 我怕老头子的脾气再把小夏吓坏 儿子支支吾吾 只有宋大娘硬着头皮开口 说完这话 他都怕被葛剑笑话 真是豁出老脸了 幸好葛剑沉默少言 平时脸上表情也不多 可能得了夏小兰的吩咐 不管宋大娘要做什么都医着 葛剑一点迟疑都没有 道那我送您过去 夏小姐和毛老这两天都在施工现场 毛国盛耳朵一动 什么施工现场 偏偏话少是葛剑的专属标签 说这句又不往下说了 毛国盛真是要急死 宋大娘也不追问 谁叫国盛不自己问 他有意让儿子着急 葛剑载着两人 从香蜜湖到南海酒店 南海酒店的装修是六月份动工的 现在已经两个逾越 无边际游泳池其实已经弄好了 其他地方还在装修 现场尘土飞扬 内部和外部装修一起来 华剑和远辉的人掺和在一起 这样的施工现场 毛国盛这个待省监院的人还真不常见 他最多出处图 因为口舌笨拙没胆子 就算是他参与的设计 最后到现场的也轮不到他 幸好他爸是毛康山 省监院没人敢侵占他的劳动成果 要不他就像涅卫国祸害的那些 恶省建筑设计院的年轻人一样 总替别人白做工 这样的现场 孙大娘难难道 小夏怪不容易的 瞧着娇滴滴的姑娘 没想到还能一直待在乱糟糟的施工现场 毛国盛到处张望 戴着安全帽的刘勇先跑过来 宋师母 你们怎么来了 哎 这里乱糟糟的 可见 小兰不是叫你带宋师母好好逛逛鹏城吗 毛国盛认识刘勇 刚到鹏城那天 刘勇做东 请他们一家吃过饭 是夏小兰的舅舅 毛国盛看了一片繁忙的施工现场 没拿准刘勇的身份定位 是了 那天刘勇是怎么介绍自己的 说自己是给人装修房子的 毛国盛想的 真的就是普通人住的那种房子 当然 眼前的房子也是人住的 却庞大而不普通 这是修什么呢 毛国盛终于忍不住问出口了 怎么不见我家老爷子和小夏 刘勇掏出一只烟地给他 抽烟抽烟 都怪小兰的丫头乱叫人 让你我这不是乱了备份 我们各论各的 不管他了 国盛兄弟 这是香港人投资的南海酒店 我的小公司也接了一点装修火干 还得多亏小兰做出的装修方案 得到了香港人的认可 别人才允许我的公司和华健的人 一起给酒店装修 当然 华健占了工程的大头 我们就是跟着喝汤 刘勇语气谦虚 但说话间 已经有几拨人来找他 都指着刘老板拿主意 毛国盛在一旁看着 刘勇嘴上说是跟着喝汤 他却不敢信了 原来小夏的底气来自他舅舅 舅舅的生意好像做得不小 毛国盛暗暗记在心里 刘勇总算是忙完了 他道 宋师母 毛老师和小兰这两天是满工地转悠 您和国盛兄弟先到宫棚西西角 这里灰尘太大了 我让人请毛老师过来 宋师母您也劝劝 我倒是不嫌毛老师多教小兰知识 是担心他老人家太劳累 宫棚很简陋 但这里离施工现场稍远 倒是没那么大的灰尘 过了一会儿 戴着安全帽的夏小兰和毛康山 就过来了 毛康山黑着脸 你跑来施工现场做什么 这不是胡闹吗 毛康山这两天教学生上瘾 猛然被人打断很不爽 也幸好是宋大娘 换了其他人 毛康山的脾气会更大 宋大娘指着毛国盛 道 你儿子担心你被小夏骗了 我带他来看看 毛国盛张着嘴 他妈是怎么回事 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 你儿子担心你被小夏小兰和毛康山